最新的火警外消息就在刚刚中午12点多 彰化的二林发生了住宅火警 消防队货报到场立刻扑灭火事 不过从二楼房间救出了两岁还有十二岁女童 两个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目前紧急送医急救 再来看到这是国外有一辆卡车 开到一半突然起火了 不过这个驾驶当时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继续的往前开 不过眼看这个火事越来越大 而且不断的延伤 甚至差点迫起到路边的民众现象还生 叠进去虾池了 旁边这个民众看到都还蛮淡定的 赶快就拿着长长的网子 老板正要把活跳跳的虾子放到虾池里 没有想到原来当时他走到池边 一个不注意脚一滑 整个人就直接跟网子一块摔进水里面了 那么看到这个画面 民众就说了 其实这个老板事后还蛮淡定的 还有人说老板难道是你累了吗 好再来看到这个画面应该很多女生都还蛮羡慕的吧 一人小珍先行的因为是内分泌失调 导致她的体重飙升 后来她是靠着不停的运动 还有控制饮食 所以呢渐渐是受回到健康的体态 而最近呢她是代言活动 穿着一个紧身的单车服 好你仔细看看她的双腿啊 真的是好戏而且很漂亮 那么其实跟之前呢已经是明显瘦许多 这个画面一PO出来不止女生很羡慕 就连这个身材很好的隋唐 她也说了你真的太夸张了吧 瘦到很不科学 你的腿也太细了吧 怎么觉得小珍好像是越来越瘦 而且是越来越漂亮的呢 好再来看到这个薪水也是让人也是好羡慕 这个是35岁台湾的棒球好手陈伟英 她现在确定了是以年薪3000万的日元了 等于是台币多少钱 832万 还要加盟的是日本的罗德队 其实我们来看看 光是她今年在大联盟的联薪哦 几乎等于是罗德全队的薪资总和 而另外一方面来看到 这是中华职棒的卫权龙队 同时呢也在同一天签下了血秀众员王维忠 那么现在推估了王维忠 她的待遇也还蛮好的 月薪将会超过120万 这样子停车吗 有名正说她在高雄的柴山啊 当时要找停车位 没有想到去看到这个让她惊吓的画面 正是画面上你看到有一辆这个银色轿车 整台车卡在山沟 原坡就开玩笑说 停车场也不是很难找 你有必要这样子吗 网友回应说 车主呢可能是想当这个电影头文字低的藤原吐海 只是你弯的过去是吐海 弯不过去就是填海了 也许呢是你的车速太快 没有抓好距离 是不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这样子的停车方式 难道是要投机取巧 停霸王车吗 民众看到桃园这个卖场的停车场 你看到这个车子啊 他居然是只停了半格的停车格 企图要逃避缴费引发了网友踏罚 后来根据了解了这台车其实是员工的 为了避免其他的民众有样学样 所以那场现在要加强宣导 他掉了居然还掉到这个速食店的红茶杯里面 民众说了他去速食店买红茶 没有想到喝到一半了 居然发现说 杯内居然有一张8G的记忆卡 所以呢他把这个照片PO上网 网友纷纷留言说 该不会这张记忆卡里面是红茶的独门秘方吧 有人说了会不会是某一种求救讯号 藏着重要的机密呢 网友们发挥想象力 大家都很好奇 记忆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在网络上先起讨论 同样一起讨论的还包括这个画面了 当然中线会结块到了 很多人会去卖场买柚子 民众发现说 你看看这个柚子上面啊 被画上了栩栩如生的水果画 而且你仔细看 这个画功还是相当的深厚 神奇的彩绘被PO上网 因此讨论 结果下一秒好尴尬 大陆北京这个卖场里面 调酒师当时要表演 一是他是使用到明火 结果一个不小心触发了灭火系统 你看到这个墙里水珠啊 就不停的往下来灌 而且呢是很精准的 描述了调酒师的周面 害得他很尴尬 只能蹲在旁边狼狈收拾 今天的名人节目 我们来看到就是 良商天后梁静如 过去呢他唱后非常多的情歌 而且呢也获得了金曲奖的五度提名 不过很可惜 无缘歌后宝座 今年是金曲三十一年 是他睽违十一年 第六度角逐歌后 那么金曲之路可以说是 走的坎坷 我的最新旗舰机iPhone12 迟迟都没有现身 不过现在网路上有最新的爆料了 就说呢iPhone12系列 会在10月13号发表 而且据说还有四款机型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拜登 不过川普日前 在造势时候却质疑了 拜登的精神状况 而且雨冲击人说 可能会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拜登来参选 来吧 再次试试试试试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